你好 空中radio 又来到了星期六日的早安直播的时间 今天绿绿依然会带大家来走这个 绿绿自己的专属秘密小镜 来聊聊天 来说说话 这两天在台北在高雄奔波之后 以前是每天奔波 不过绿绿已经渐渐的 会推荐非常多优秀的伙伴 到一些出街的讲座场次去分享 因为舞台要一起共用才会越来越大 所以伙伴要看见绿绿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那越来越少绿绿跑去哪里 我们就做直播吧 其实这趟旅程 为爱启程 远路上真的贵人太多了 得到很多大家的祝福 大家的鼓励跟帮助 实质上好像是我成为讲座 然后到各地去拨种子 然后帮忙大家 事实上我觉得是大家在陪伴我 在抚慰我 在激励我 跟我一起共同努力 好今天台南乡下有非常烈的阳光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天气 非常热 在台南的小乡下呢 空旷的地方如果没有树印的话 哇会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没有几分钟就汗流浃背了 那我们今天在野外迷宗呢 今天先来看看今天的植物迷宗 好 来请大家看一下 看得清楚吗 可以看得清楚 找一个比较看得清楚的 现在我在高铁的桥墩下面 那我们来分享的是这一棵植物 这个植物的叶子很细 这样看得到 然后它的 状态是 从枝叶到枝干都是细的 那这个 看一下 绿绿轻轻的 不会扯伤它 好 这是野外植物哦 请问 绿绿眼前的这一棵野外植物 它叫什么名字 这是今天的第一题哦 今天是周秋二日嘛 所以我们有加码题 这是第一题 再细看一下 今天应该蛮清楚的啦 好 再走到下一棵看一下 好 叶子细细的 叶子的 排列组合对称 非常的美 好 那来看一下 小花 这是它的小花 它整个状态是非常的漂亮的 好 那你看我们今天秘密小镜 连续有好几颗哦 好 这是今天的第一题哦 第二题来 就是在它旁边 绿绿手掌的这个 看得清楚吗 很美吧 我每次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啊 走这一条路 看到这个 这样子的颜色的植物啊 在夕阳下 闪闪发光 好美哦 好 今天出任务的就是这两种植物啊 绿绿沿着这一条秘密小镜走 呃 左边 呃 右边全部都是这两种植物 第一题哦 第一题是我们高高的 然后呢 黄色小花 然后叶子 对身 然后很细碎 第二题是 诶 好美的 这个是什么呢 看起来好像好梦幻哦 好 今天出任务就是两种植物哦 跟伙伴一起来分享绿绿所处所处的田园生活 绿绿在这边得到很多大自然给我的启示跟养分 那希望伙伴也可以跟我一起参与 这也是绿绿可以回馈大家的一种方式 那今天要介绍的好书是什么书呢 今天要介绍的好书是在开学的时候 然后伙伴已经在为孩子打扫环境 然后想要给他们一个最好的教室 尤其我看到国小端的伙伴呢 都会传很多的照片给我看 哇 真的是老师真的很棒 呃 就把整个布置成一个家的感觉 没错 因为我们在教室的时间 比在家里的时间还要长 所以我常常跟伙伴说我们要有学习脚 我们要有温馨布置家的感觉 我想这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那记昨天教室外的最后一堂课 我们还没有讲完他的书斋 但是绿绿今天带大家到野外来 我想要讲另外一个适合给国中小 博小应该也是可以的 优良读漫画书 好我要介绍咯 推荐给大家可以在新学期的时候 添置一套看是图书馆的经费也好 或是老师自掏腰包也好 因为这一套漫画绝对值得收藏 呃 请我大家相信 呃 我是101突推高手 好不好意思在这个地方就很自信 我跟你说我是高手啊 其实真的也不是什么高手啊 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师 然后为了孩子不断的在增能当中 呃 当了十几年的突推手 那时候在高中 为什么叫做高手 因为我是高中的嘛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认证 也没有什么减时节的终点 我们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好好的把阅读 带进学校里 让每个孩子都受惠 这就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望力 那嗯 在高中的这十几年的突推生活里面呢 我发现阅读是最大的原理 它可以改变孩子所有的心性 所以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一套很棒的漫画叫做 佳灾之人 佳灾之人在谈的就是 每一个孩子的性格里面都潜藏着一种植物的性格 那佳灾之人呢 他是透过植物说话 然后跟少年法律搭上关系 那藉由植物的描绘去辅导 身边每一个青少年所犯下的案件 那让他们重新开始做人 重新回到生命的正轨 这本书非常值得大家收藏 这套漫画 佳灾之人 那至于它的详细介绍我留在爱的书库 推荐的时候会在环岛雅剧 共备工作坊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今天我们的好书是佳灾之人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一首流行歌曲呢 今天这首流行歌曲跟今天的天气不太搭 今天天气是晴空万里 我们今天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是早期由莫文蔚所演唱的《阴天》 后来有李宗盛大师自己把它拿回来 在北京的《理性与感性》的演唱会里面 重新诠释了 为什么今天绿绿介绍佳灾之人的漫画 然后又要分享的是阴天这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的耐人寻味 它刻画的是都市男女内心的剖白 就有一点跟佳灾之人 透过职务讲话的这件事情 有点得一同 那我本身非常喜欢阴天这首歌 因为我们会因为天气四季的变化 而感到心情的起落 所以推荐伙伴们听听阴天 然后看看佳灾之人 那不小的伙伴有没有听过一个心理学 叫做Festinger法则 Festinger呢 他是一个很棒的心理学家 他提出了我们每一个人 有百分之十的事件发生 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情绪 控制事件后来的变化 各位去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常常因为情绪 而改变了我们本来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能呈现的原貌呢 Festinger他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丈夫一大早起床 然后呢 因为他有一个名贵的手表 那他怕这个手表被泼到水 所以他就把这个手表呢 放在他的床柜旁 那可是他的孩子啊 一大早起来不小心 把他的手表碰撞掉到地上了 那这个爸爸就很生气 就打了这个小孩的壁苦 那也跟他的太太吵了一架 因为他太太认为先生嵌怒于小孩 好后来呢 这个先生就去上班了 那去上班的时候 因为一大早就怒气冲冲的出去 所以忘了拿公事包 又回来拿公事包 好在这个路上就很急 可是呢他没有带钥匙 那太太正在外面买东西 结果先生有够急的叫他回来 太太也急急忙忙的要离开 结果又发生了跟小贩之间的一个不愉快 那就用赔钱的方式赔掉了一笔钱 然后匆匆忙忙又回家 那结果太太的全勤奖也没了 那小孩呢因为今天有棒球比赛 被爸爸打了之后去学校表现不假 好 Festinger就说了 这件事情本来只有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手表坏了 可是因为每一个人呢 被手表坏了10%的这个 事件发生的一个 一个感觉 对事件的感觉 牵引了90%的后续反应 所以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情绪控制好 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很多无谓的事情的发生 这是最近在读心理学的感想 那我们在教学在人际关系 在跟最亲密的人互动 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会把Festinger的这个话忘记了 有时候明明就是在公司发生的事 我们就会把情绪带回家 有时候呢明明就不关他的事 可是你觉得他是你的亲密爱人 你就会希望他可以接受你所有的情绪 所以情绪这种东西是很奥妙的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其实就控制了我们整个事件的发生的一个节奏性 所以今天把这三个不相干的东西 串在一起 其实就是要给伙伴正能量 我们用Festinger的法则 当事件发生的时候 百分之十的事件 百分之九十的反应 请伙伴把百分之九十呢 变成是一种正能量 我们用正能量来看待事件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家宰之人的漫画 让我们的身心都可以得到从植物说话开始 从大自然跟我们的对话开始 我们自己跟世界的对话就此展开 那接下来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我帮伙伴找的是李宗胜的版本 我们会随着天气四季的变化 而情绪有所不同 那我们也要来控制自己 让自己随时保持正能量 那今天的出任务是 Lily左手边等一下会带你去看的两种植物 植物会说话 植物会告诉你 生命的秘密就在大自然里面 每天早上FM520.999 Lily C15空中radio 直播的秘密就是希望陪伴伙伴 度过每一天快乐的开始 度过每一天快乐的晚安 所以有时候直播会在早上 有时候会在晚上 那有伙伴说 Lily可不可以固定时间直播 非常的抱歉 因为Lily是家庭主妇嘛 所以有时候要先料理完家 室才有独处的时间 我今天会控制在那个时间的左右 上礼拜六日我是控制在八点左右 好 今天第一个任务是这种植物 麻烦伙伴看一下 这种植物的叶子非常的漂亮 很适合做压克力踏硬哦 好 然后这是它的花 小黄花 好 那它会产生豆芽是一条一条的 这个野外植物非常多 你看走没几步就一种 就一颗了 好很美 旁边有我们上一次的题目 咸蜂草 好 咸蜂草呢 是蜜蜂很喜欢的一种野外植物花卉哦 那每次日月到野外看咸蜂草很喜欢 好 我们又看到我们今天出任务的植物了 请问这个植物叫什么名称 麻烦伙伴将它的名字写下来 好 它的功效或者是它有什么别名都可以 请善用你的Google 我们是行动学习 我很喜欢有一天绿绿的果 真的在乡下有一间私塾 我一定要带着所有的孩子 来认识野外的植物 为植物写声 为植物写诗 为植物呢 发声 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棒的 自然环境的课题 太久了 我们被关在城市里太久了 需要心灵的解放 需要好好的让我们的心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航道 我想这是所有人类需要的自由 不一定是老师或者是孩子 或是家庭主妇 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种植物就是 绿绿已经给大家看了好几颗 你看它的姿态 那这边有这个 哇 好可爱哦 一串串的哦 好 那第二种植物呢 刚好很幸福的 串绿在它的旁边哦 就是这个 好 用这个角度看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是什么植物呢 好 记得写下来哦 沿途也是都是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量比较多的 我很喜欢这种植物在夕阳下 然后随风摇摆 很美 很美 有没有 闪亮亮的 有梦幻的新娘的感觉哦 会让我想到那个 徐志摩的诗哦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那这个植物让我常想到就是新娘 两个字 好 星期六的早下 伙伴陪着绿绿走了一段秘密小径 认识了两种植物 听到了一首歌 还看了一本好看的漫画 并且了解到Festinger的心理哲学 用这样几样的正能量 去开启我们一天 心情美好的周秋二日 祝福所有的伙伴 在每一天都有绿绿的正能量 陪伴您 我们明天再见咯 FM20.999 我爱你999 拜拜